大家好 我叫李双林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它是讲我们洋宅应该如何开门 就是说把这个门呢 到底要开在什么方位才是最好的 这是一位网友的提问 李老师你好 我家在农村 现在住的房是更山兼营 在1993年动工新建 大门2002年建好 门楼2008年建好 是丙门 有些人说现在要改为五门 九运时要改为有门 请问是否可行 1993年 1993年新建的 那么1993年是在七运当中 所以1993年属于七运的房子 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宅盘 这种我们把它称为宅 宅盘 就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 就像一个人的八字一样 我们加一个字呢 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称为宅命盘 就是这个房子的命 那么这个宅盘 它是七运修建的 只要这个房子没有推掉 从来 它永远都是七运的 各位一定要明白 因为有很多 很多爱好者 很多网友都在提问 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到了八运的时候呢 是否要改为八运的盘 九运的时候 是否要改为九运的盘 这是一个误区啊 当然在这个民间还有一些先生是这样在做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个盘一旦定了 永远都是这个盘 我们布局的话 只是围绕它的一个飞星来布局 那么这个地盘 这个运盘呢 不会改变的 就是说1993年修建 它是七运 即便是现在已经到了八运了 它的盘依然是七运 就算是到了九运 它还是七运 这个盘只要一排成就终生不变 除非房子推掉重修 或者是完全的改变了这个房屋的朝向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叫幻天心 但如果你不这样做 盘永远不会变 这个很重要 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为什么我反复强调 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 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 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讲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个盘叫宅命盘 为什么叫宅命 就像人的八字 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出生的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伴随着你一辈子 永远都不可能改变 各位一定要记住啊 现在在民间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八字不好 然后先生就给你改个八字 就说从此以后呢 你就过这个生日 然后你的命就改了 这个做法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 没有任何效果的 当然有的时候在心灵上呢 可能会给自己一个安慰 因为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个客户 然后找我看八字嘛 我八字给他排了过后 被分析出来 发现大多数是对不上的 存在问题的 那最后我就在想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因为八字当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 但是最起码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这种情况去误差 大的不得了 最后翻来覆去的问 问到最后才发现 他的八字在小时候改过 是一个算命先生给他改的 说从此以后 你算命也用这个八字算 你过生日也用这个八字过 然后你的命就改了 这个这个做法是非常大的一个错 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 这就是掩耳盗铃嘛 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 所以宅命盘一旦定了 他是不会变的 那么这位先生说 在八运的时候呢 要把门呢改为五门 因为现在是禀门嘛 禀是在南方 说是要改为什么五门 然后到九运的时候呢 要改为有门 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分析一下 这个盘 这个盘呢 我们首先 它是七运修建的 那么七运修建 在七运的时候 它是以七为中心的 就是围绕七来看 你看在七运的时候 这个三星的七 和向星的七 就这两个对挂 都跑在这个地方来了 这叫双星到座 双星到座 那么双星到座的风水呢 它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这后面是一座山 那么三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向星存在问题了 所以双星到座 一般来讲 它属于忘丁不忘财 忘丁不忘财的风水 所以这个房子在七运的时候 修建过后 就是说七运的时候修建 1993年修建吗 那么修建过后的财运 一直都不是很明显 但是在八运会有所改观 就是2004年后 2004年后 财运呢会有所改观 但是在2004年之前 如果后面是山 这个财运是相当糟糕的 财运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在人丁上面 健康上面 它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因为双星到座的一个特点 那么除了双星到座 还有双星到庄 就是说忘星 三星和向星 全部跑都向上来了 那么双星到庄 有一个问题 双星到庄一般来讲 特别的忘财 而且发财特别快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忘财的同时 它会损健康 损特别厉害 所以双星到庄 一般来讲 不要轻易的去使用 但是如果外面的环境非常合 非常匹配 比如说双星到庄的风水 这个山项出去 有一座暗山 暗山离里房子也不是很远 然后暗山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条小河 那么这个就能用 双星到庄就能用 但如果你前面只有水 而没有山阔 一片平底 没有任何高企 都不能用 这个一定要记住 那么双星到庄和双星到庄 它也算忘 至少忘了一样 梦丁 财 它是不忘的 那么为什么在2004年过后 才会有所改观呢 是因为大门开在 丙方的 它是在2002年建门的 就是2002年 开门 门是开在丙方的 那么门开丙方 有没有问题呢 各位要想一想 门开丙方 我们从这个山元龙来看 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有问题的 那么你看我们这个山是什么 这个座山是什么 天元龙 天元龙 那么在梨挂当中有什么 明 无 地 地 天人 地元龙 那么天元龙的山 天元龙的象 如果开地元龙的门 这个叫 无杂 它就是不和谐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什么 杂呀 杂乱的意思 杂 杂尖 这种是不太好的 就是说门如果开丙门 的确不是很好 故而这个先生说 在八运的时候建议 把丙门改为有 改为五门 是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要开五门呢 因为五门是天元龙门 因为这个门呢 是天元龙 那么你的象 也是天元龙 这叫 这叫什么 有一句话 这叫什么 同缘 同气 因为你的山是天元龙 那么你的门 你的那气壳 也必须要是天元龙 这个气才能引进来 如果不是天元龙 这个气呀 它引进来是杂的 是偏的 就像一个管道一样 它只有两种型号 差不多的管道 对接 这边的水到这边水 才能够毫无滴漏的运输过去 那么如果这边的型号大 这边的型号小 那么也能运输一点过来 但是中间会撒掉很多 就像我们这里有一条管道 一条管道 弄一个小管道 这样子 你这边的水到这边 比如这边是天元龙 这边是地元龙 那根本就不匹配 比如我们这边是集气 那么这个气过来的时候 比如过来是100分 但是因为型号不对 所以到这边的可能只能30分了 这就是吉祥的程度会大大的减少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改为五门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要讲就是什么 同缘同气 同缘同气非常重要 这个就相当于是个管道 同型号才可以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开五门除了同缘同气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在八运的时候 这个象星八白更挂 飞到了这个宫位 那么八白星到了这个宫位 八白星五星是土 六白星为金 这个运盘为土地盘为火 说明这个宫位它是相生的 你看火生土土生金 它是非常相生的 而且六合八的组合都非常好 所以门开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因为你向在这个位置 向着左右也符合城门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推算 如果是我们以丙门来开门 以丙来开门 我们以丙开门 我们推算一下就明白了 用丙开门 二入中宫 二入中宫 那么二 丙五丁 我们这个时候看 魏昆森 这个地方是魏昆森 然后是丙五丁 那么开丙门的话 我们就要例行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那么如果是开五门呢 我们又来算一下 开五门的话 我们就要顺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这是两个盘 推算这个宫位的一个 气的一个走向 那么如果开丙门 就是七次星 七次星的话 在八明是一个退气之星 而且呢 而且还有个问题 七次星也是一颗凶星 不是很好 那么六白星的话 飞到这个位置了 六白星是一颗急星 它也是一颗退气星 说明这个宫位啊 终究不是很旺 但是在外气上面 这个叫外气 这个叫内气 那么在外气上面 它毕竟有八白星 飞到了这个宫位 所以如果你开五门 也能引进八白旺气 在八运呢 对这个财的一个助力 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它终究不是太旺 不是很旺 那么这位先生又讲 在九运的时候呢 要把门改到这个宫位上面来 改到有宫 那么有金呢 也是天然龙 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九运的时候 这个宫位忘不忘呢 并不算忘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这个来看 我们可以推算一下 这里写 这个宫位是九 看了没有 运盘是九 那么我们直接把九给带入进来 九的话暗藏的是什么 饼五丁 然后呢 有门是根有心 天然龙对天然龙是立排的 九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那么这样子排下来的话 它一样的是什么 七次行飞到 七次行飞到这里 同样是衰星 而且这个宫位是六白星 也是一颗退气之星 那么九运的话 如果在这里开门的话 也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这个宫位开门 它是不凶的 就是说不会有凶 为什么它不会有凶呢 因为它毕竟是什么 毕竟是六白星 六白星飞到这个位置 那么六白星 就是说飞星当中有 一白六白八白 这三颗星 如果旺就当立 就大吉 如果失立 它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凶 那么这三个门呢 其实这三个星 它其实对应的 就是七门顿甲当中的 修门 升门 商门 这样子的 你看这是修门 开门 然后升门 对应这三个门 这三个门 后面去了 你总不能天天从后面进出吧 但是我们可以在砍宫开一个小门 这个是可以的 三加老银 可以开一个小门 就是说在砍宫开一个小门是可以的 后门 小门 我们平时可以经常从小门进出 但是你前面还是要开一个大门的 那么这个大门我们开哪个地方呢 你看到了九运的时候了 它其实一白星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就是一白在起作用了 因为九运的时候九指是当运当旺之星 一白是未来生气之星 说明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一百星给吹旺 一百星是可以用的 你不能把它浪费 但是在目前来讲的话一百方啊 相对来讲弱点 但九运它还是有作用的啊 还是有作用 因为它是未来的一个接班人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门呢 给考虑到开在这个坤方 刚好是九指星飞到 所以非常好 所以在九运的时候啊 大门啊开坤门是最好的 九运开坤门是最好的 那么八运开五门是最好的 八运开五门是最好的 那么至于这个门呢 开了只能说不凶 但是它没有什么急的程度 坎宫要开 可以开一个后门 开一个小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开门的时候呢 我们具体要去分析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如果开门的话 那么我们只能考虑 这三个工位 这三个工位 为什么只能考虑这三个工位呢 因为一般来讲 大门不适合在宅的后方 这个地方 这些工位都是在宅的后方 你不能把大门开在后面去 就像人的嘴巴不能歪着 长或长到后面去 它不合理 嘴巴还是要在前面 所以我们考虑 只能考虑这三个工位 那么在这三个工位当中 选择一个相对来讲 最急最急的一个工位 它不一定是最 它不一定是所有最好的 它只能说相对来讲 最急的一个工位 只要不存在什么问题就好 那么在酒运的时候 如果开昆门 它有九指旺气 拉入是非常好的 非常吉祥的 所以这样子开门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朋友问这个八宅风水 然后我们通过八宅风水的方法 开门是否合理 那么八宅的方法 它其实就是这个九星翻挂掌 然后转换过来的 那么这个方法 在风水当中 其实专业风水使用 它是用的非常少的 一般来讲就是一些爱好者 或者说民间的一些先生 但是现在有很多风水班 还在教这个 然后去参加培训班 给每个人发一个卡片 这个卡片上 就有一个八宅的图 然后你回去就对比 这种风水有点过于的 依俘虏画瓢了 那么照葫芦画瓢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理论体系是比较粗糙的 当然如果你要详细的去推论什么八宅 还有考虑深刻 还有考虑动静关系 但是一般来讲 它理论还是过于粗糙 它是挂一挂的配合 所以如果你要开门的话 还是主要是以气来看 其实开门 在风水当中 这个开门叫什么 开门放水 我们经常听到 爱某某先生说 这家人养宅要放水放水 什么叫放水吗 就开门呢 开门就是放水了 那么开门的方法 就和看水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开门就是垃水 就是在垃水 所以我们用垃水法来看 才是最合理的 这个各位一定要记住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 就是经所欲观的开门方法 经所欲观认为 这个东北方 然后西方南方 还有西北方 这几个方位开门是最好 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它的理论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 断法其实就是八卦风水 就是八卦的体系 它的任何段语 就是从八卦当中来的 万物立像 大家如果学习 六摇啊 骑门啊 六刃呢 各位就自然就明白了 其实就是八卦里面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它这个 1234要杀 然后这六七八九要水 这个理论有点粗糙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专业风水的事情 不能这么去看 但是爱好者无所谓 整个路都可以 但是专业的不能这么去看 因为太粗糙了 太简单了 因为你用这个方法来看 你根本又不需要罗盘的 24三没用的 包括这个八载风水 24三也没用的 但是24三既然没用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24三呢 你看罗盘最主要就是24三嘛 风水当中最伟大的发明就是 把八卦给西化成24三 这个就是根据24三来的 还要考虑到一个园运的问题 还有一些朋友提出疑问 就说悬空风水 为什么每20年就要变下 这个是很符合天道的 因为世间任何东西 它都不可能是不变的 没有 绝对不会有不变的东西 绝对不会有 根本不会存在什么 永远的不变 没有 在佛学理论当中叫 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 这就是世间万事万物 发展的一个规律 沉行沉 就像我们这个房子修起来了 窄盘定了 这就是沉 住 它有一段时间 它会住在这个地方 它会不动 有一段时间它会不动 坏就发生改变了 空没有了 消失了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任何东西都逃离不了 这个规律 任何东西都逃离不了 风水也是一样 它也是会变的 今年这个方位这里旺 明年那里旺 它绝对不会存在 房子一修永远是这个方位旺 绝对不可能的 只要是有不变的东西 这个理论都存在问题 所以它一定是变的 我们经常讲风水轮流转 明年到我家 怎么转呢 就这样转 你看七运的时候在这里 八运的时候就转到这里了 九运的时候就转到这里了 一运的时候又转到这里了 然后二运就转到这里了 三运就转到这里了 四运就入囚了 这个房子就没法用了 就这样子的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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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